圣堂开元十四年 李白东游归来 欲居湖北安路 结石隐于路门山的孟浩然 二者年龄相差十二 却互为至交 后孟浩然行江外出游历 太白岁约其会于江夏黄鹤楼 饮酒见别 我与兄长相见恨晚 兄长待我诚如良师一友 令义无胜其目 离别在其心中甚是难过 太白何须如此 你我皆为读书人 一生所求就是奸善天下 今时济世 我此番远行 若能以平生所学 为朝廷分忧 为百姓茅府 也算不枉此生呀 浩然兄大义 弟钦佩不已 不知兄此番游历 去往何处 此行将去扬州 一来兴上美景 二来也可扩展眼界 体察明生 以备来日科考 弟曾在扬州盘缓数月 扬州复数繁华 温人默刻不绝 浩然兄这一去 丁南获益匪浅 来自高中金榜 前程四季 弟以此酒敬兄长 此番我去 却也万万不舍贤弟 不知太白日后 做何打算 有感浩然兄之愿 无知平生所向 深管燕之谈 谋帝王之术 奋起智能 愿为武力 使环居大帝 喊献轻衣 好好好 孟子云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你我身处着 大腾盛世 既有文武义 若不出世记名 岂不可惜 太白留步 此去一笔 山高路远 不知何年 能与兄再见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灵 昊然兄 珍珍珍 珍重 客官 天晚得启程了 珍重 古人 古人西词 黄鹤楼 烟花三月 下阳洲 古帆圆影 地空尽 为剑长江 天际 天际流 孟浩然 承传东去 李白轻松江边 临别之际 写下此事 虽为西别之作 却飘逸灵动 情深不至 言有尽 而亦无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